此等美若天仙的少女竟然患有人格缺陷 就连旁人打成招呼她都会侧侧发抖 班级自我介绍时更是不知所措 这所重点高效可大有名气 原因是这里只允许怪胎入学 有一初中经常出球的枝野同学 开学第一天就立志要学会察言观色 低调的度过高中生涯 她礼貌的对走过来的人打了声招呼 却发现这是个挺挺欲立的大美女 可下一秒女孩就面部僵硬的死盯着她 紧接着就一溜烟的逃走了 枝野还以为自己冒犯到了女孩 她从衣柜的标签上得知了女孩名叫古剑 这么漂亮的女孩大概一生只能遇见一次吧 枝野来到了座位正准备坐下 就发现了身旁的人正是那个怪异女孩 刚刚入学的古剑同学就成为了一道风景线 无论男女独近看着她的颜值 而进水楼台的枝野却变成了男性们的公敌 上课前同学们首先要进行自我介绍 大家终于盼到了女神的亮相 谁知古剑同学一言不发 一个剑步就冲上了讲台 看到如此冷艳的美人 同学们高声欢呼着 下一位就轮到旁边的枝野同学了 女孩会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和同学的沟通全靠文字来表达 入学第一天大家轮流进行自我介绍 枝野介绍自己的同时还不忘插几句冷笑话 可同学们却丝毫不捧场 此时的枝野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上课时古剑的橡皮掉在了地上 枝野殷勤地捡起橡皮 刚想和女神说话就遭到了来自忍者的毒手 只好乖乖归还回去 面对古剑冰冷的目光 枝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下节就是体育课了 单机同学爆发式的涌出将枝野原地撞晕 等到他再次醒来时 隐隐约约间听见了古剑的雪猫叫 而古剑也意识到自己被发现 转身就向外跑去 枝野为了想办法圆场 试图询问古剑是不是不擅长交流 没想到古剑立马停下了脚步 他想说话却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枝野看到了黑板上的字 提醒他或许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 随后古剑流利地写出了几行大字 原来枝野是第一个发现他有射孔的人 聊了两句话后 二人便没有了话题 平平无奇的男孩人品大爆发 意外和笑话成为了朋友 却没想到笑话居然无法开口说话 枝野感受到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 正打算以去上体育课为由逃走 就被扯住了衣角 古剑继续在黑板上和枝野沟通 他其实是想要说话的 但每次都会紧张到晕倒 古剑努力压抑着自己颤抖的手 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枝野不禁心疼起眼前的女孩 他拿出了手帕安慰着古剑 古剑对于给枝野带来的麻烦而感到抱歉 随后又让他忘掉这一切 他身躯一躬后准备离开 这时枝野在黑板上给出了回应 古剑看到这一幕后回到了讲台上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玩着文字游戏 不一会儿整片黑板就已经无处落笔了 古剑透露出自己的梦想是交100个朋友 而智野很愿意成为古剑的第一个朋友 这一举动暖到了古剑 他害羞地逃离了现场 留下了错愕的智野定格在原地 就这样智野平静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 他决定要帮助交流障碍症的古剑 找回丢失的自己 女孩患有交流障碍症 只要与人沟通就会像个复读机一样 直到他遇到了这个穿裙子的男孩 自从智野知道女神古剑患有交流障碍症后 就立志要帮助他交到100个朋友 他开始在班机里物色人选 三名正在砍大山的少女引起了他的注意 智野尝试着走上前打招呼 这个叫山景的女生热情的回应 在听到智野提到古剑的名字时 山景跳下讲台暧昧地靠近智野 吃了闭门坑的智野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对着桌子就猛磕了一下 看来只能去找自己的青梅竹马长明了 长明是他的初中同学 明明是个男孩子却痴迷于女状 但如此四胸难辨的人 居然能大批量的交到朋友 这让站在一旁的古剑满脸震惊 智野等了很久才查上句话 而长明却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古剑立马定格在原地 智野试图化解尴尬 还让古剑说出那句练习已久的话 这时古剑深吸了一口气候 发出了复读机一样的声音 这一幕让长明难以置信 这个女孩天生就异语常人 她连讲话都唯唯诺诺的 却能够拥有击败壮汉的能力 古剑还是无法克服自己的交流障碍症 智野捉急的替古剑说完了剩下的话 原来她只是想交个朋友 但万万没想到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 智野将长明叫到门外 怒斥他的交际能力绝对参加了 长明对智野解释着缘由 原来他在小学二年级时就见过古剑 还特意跑过去打招呼 可古剑一言不发的样子 给长明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以至于每次见到古剑 他都忍不住颤抖 面对智野虔诚的请求 长明之后答应他晚上和古剑一同回家 方学的路上 长明滔滔不绝的寻找话题 但尴尬的气氛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连交际达人都无计可施了 就在这时迎面冲过来个壮汉 上来就对长明表达爱意 此时的长明已经傻掉 壮汉脱掉了外套 正准备一盏雄风 就感觉背后有一股压力 原来是古剑捡起了壮汉的钥匙 打算还给他 专汉还以为自己碰见了硬茶 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吓跑了 长明看到了古剑有趣的一面 决定和他做朋友 等到长明离开后 古剑开心到飞起来 就算是万中瞩目的笑话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患有社交恐惧症的古剑 成功的与长明成为了朋友 第二天长明来到古剑的班级 提出和他一起共进午餐 而只也担心自己遭到围攻 不敢靠近 长明瞬间开启了换牢模式 嘴巴嘚不嘚的说个不停 考虑到要帮助古剑交到100个朋友 长明暗示自己有些口渴 随后说出了一串超级长的奶茶名字 还威胁古剑 如果买不到就和他绝交 古剑只好硬着头皮去照办 这也担心古剑出什么差错 于是一路偷偷尾随着他 古剑来到咖啡厅门口徘徊了很久 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店里 面对老板的询问 古剑着急的用手语表达 对于有着15年星巴克经验的老板 立马就吸领神会了 只见老板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后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大卷 古剑兴致勃勃的带着奶茶回到了班级 却被告知奶茶的款式不对 看着古剑委屈的擦着眼泪 旁边的枝野和长明只好连声道歉 这个妹子明明长相甜美 却十分害怕被人注视 就像现在这样 身后的古剑同学是个走到哪里 都备受瞩目的女孩 这正是梅子做梦都想要成为的人 而自己身材短促化 古剑的目光让梅子突然感觉肚子痛 看来只有在厕所里 他才可以做回自己 可古剑不知何时出现在厕所门口 梅子吓得不知所措 但门外没有一丝想动 梅子以为自己的祈祷灵验了 他正准备溜走 就撞见了老师 老师让他去通知同学体育课换场所了 梅子刚想拒绝 就发现了身后的古剑 为了赶快逃离现场 他只好被迫答应 一路上梅子都非常紧张 他不停的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 走到班级门口 梅子猛吸一口气 同学的眼光让他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他转达完老师的话 转身就跑了 这个黑长直美女有跟踪人的癖好 男人也就罢了 竟然只对妹子下手 事情要从20分钟前说起 为了帮助交流障碍症的古剑交到朋友 长明挑选了和他性格相似的人 第一个候选人就是梅子啦 他只要被别人看到 就会出现脸红 出汗 肚子痛 这正装让古剑同学倍感亲切 所以他才一直偷偷跟着梅子 可还是没能和梅子说上一句话 正当只眼安慰古剑的时候 梅子来到古剑面前 虽然还是不知道古剑为什么看着他 但多亏了古剑 他才有了开口说话的勇气 只眼借此机会趁热打铁 主动让他们两个做朋友 听到这里 梅子不由自主的向后退 他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做古剑的朋友 做古剑的狗倒是不错 这无理的要求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上课前古剑展示他的新手机 原本想打字告诉只野的 可由于按键操作失误又引起了紧张 他只好按照老规定写在纸上 原来这是古剑的第一部手机 拥有手机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需要朋友的号码了 这一次他要单独行动 这个无私角美少女患有交流障碍症 他明明想要朋友的电话号 却被误认为通貌不轨 他只好用手势提示长明 叫他把手机号码写在纸上 长明很快就明白了古剑的意图 紧接着古剑又找到了梅子 可梅子的激烈反应 让古剑直接放弃了 只野鼓励着古剑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时梅子后知后觉的跑过来 他直接把长明的话 远方不动的转达了 原来古剑想把只野的号码 存在最前面 只野听完后小脸微红 他老老实实的在手机上 输入了自己的号码 两个人因为害羞 谁都不肯看着对方 这天老师在班里宣布竞选班尾 古剑被安排在神的职位 众人欢呼雀跃着 可下一秒老实要定班长的时候 大家立马安静下来 只野被强行推上了班长的位置 放学回到家中的古剑 闲来无视 拿起新手机假装给只野打电话 却不小心拨了出去 古剑吓得立马挂断了电话 这可真是个大型的射死现场 这时只野把电话打了回来 古剑为了缓解尴尬 还模仿起系统的声音 没想到古剑在电话里是可以叫话的 古剑同学的社交症极其严重 视力检测时只能用手势指出方向 视为奔化的他引来不少同学围观 这个叫诗田的女孩终于有了个目标 那就是在体测中战胜古剑同学 本次体测有四个项目 主要是视力 身高 体重 和做高 只要赢了三项 就算获胜 毕竟能战胜古剑是一些令人骄傲的事情 视野看到目不作声的古剑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 可当医生说出视力分数时 他惊呆了 明明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一定是偷偷贿赂了裁判 视野决定光明磊落的碾压古剑 结果嘛 显而易见 接下来三项全部测试完毕 身高项目 古剑更高一些 不过体重和做高 视野的分数更大 但这两个指标高貌似更差 还好视野擅长自我安慰 在热雷草原上 脂肪多可以应对食物短缺 其他国家一定会有喜欢腿短的女生 这场战役算是打平了 这天 视野同学走在路上 正想念着古剑时 专手就是这位漂亮的山景同学 她可是学校出了名的交际花 这个妹子的女神是身为班长的古剑 就连剪到古剑的头发 她都恨不得舔上一会 山景想要和古剑成为朋友 刚想打招呼 就被殷勤的妹子给打断 这时妹子感受到了身后的杀气 火速逃离了现场 当山野重新整理好星星 班农又跳出来个长明同学 山景讽刺着长明像猴一样活力满满 然后趁机冲到古剑面前打招呼 引得古剑的睡恐病又发作了 可山景居然喜欢这种被无视的感觉 怕把长明叫走 质问他和古剑究竟是什么关系 得知他们是朋友关系后 山景立马转变态度求介绍 长明只好再次把山景带到古剑面前 古剑像是收了惊吓般瞪大双眼 这让山景再次犯了花痴 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他坐在一旁问古剑喜欢吃什么 说白了就是想委婉约饭 而古剑的注意力都在只眼的客桌上 山景以为古剑的反应是默许了 激动的不能自已 引得古剑又开始瑟瑟发抖 此时的只眼被人绑架 屋子里贴满了古剑的照片 他意识到这里是山景的房间 而山景正坐在他的位置上 迟迟不肯离开 长明提出要和古剑一起去山景家做客 山景刚要答应 就想到只眼还在他家 但古剑的魅力终究是这样的上风 这个女孩简直是个毒妇 他绑架了班级的男同学 随后把他关进衣柜 还威胁他如果发出声音就把他埋了 只眼听到熟悉的声音后 在衣柜里不停知道想动 趁山景泡茶的功夫 长明发现了被捆住的枝野 山景发现事情败露后 解释着自己只是单纯认为 枝野不配站在古剑的旁边 而自己才适合当古剑的朋友 古剑解开了枝野的绳子 在纸上写出了一句话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回到学校后 古剑把枝野叫到走廊 他认为枝野遇到的危险都是因为他 所以想要忍痛放弃和枝野做朋友 但枝野却表示他的朋友他自己选 随后古剑在纸上写下对不起三个字 正当枝野感到疑惑不解时 枝野终于听到了古剑开口说话 这时长明带着山景前来道歉 他对自己的任性举动感到忏悔 看到古剑还是不肯跟他说话 山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枝野连忙解释 古剑只是不擅长交流 山景没想到古剑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就这样古剑的身边又多了个朋友 你能想到眼前这个甜美少女 跑起步来竟然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女孩名叫诗田 他依稀想在体能测试中超越古剑同学 毕竟比斑花出色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 可惜他使出了全身力气 居然一场都没获胜 看着古剑满脸淡定的样子 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有多么狭隘 于是走上前主动求原谅 谁知古剑同学患有交流障碍症 时事不肯握手言和 诗田还以为古剑承认了他这个强敌 直接开心到飞起 放学的时候常明同学教授了古剑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能去你家做做吗 一旁的只野紧张到流汗 这难度气数简直五颗心啊 此时的古剑默不作声 只野非常理解这种 怕暴露私生活的羞耻心 可古剑这次居然出奇的答应了 他们三人刚走进古剑的家门 就看到一张和古剑一模一样的面孔 虽然可以断定这是古剑的妈妈 可这性格差别也太大了吧 这俏皮的举动让人无所失从呢 随后几人来到了古剑的房间 常明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还好古剑的妈妈出现 才打破了僵局 常明接口自己要去厕所 实则是躲在门缝里偷看 门口这个翘着屁股偷看的人 居然是个男孩 他的爱好就是光看孤男寡女的戏码 可15分钟过去了 屋内一言不发的两人 让他实在无法忍受 常明坚信古剑的房间里 肯定有私密的东西 通过互报秘密 也是可以加强友谊的 他趴在古剑的床上 用手疯狂的摸索着 很快就翻出了几本语言大全 等他再抬头一看 书架里摆放着古剑的相册 常明在得到了古剑的允许后 打开了他 从照片可以看出 小时候的古剑就琴棘说话样样精通 不过那时的他也同样不爱说话 天色渐晚 古剑送走了二人 他回到房间 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这大概就是拥有朋友的感觉吧 这时手机突然传来了简讯声 原来是常明发给他一张偷拍的合照 为了保存合照 古剑可以找到妈妈索要一个新的相框 第二天古剑提出想要去拉面馆 常明和志也自然不会拒绝他的请求 身为拉面爱好者的梅子也是请出战 在梅子的强烈推荐下 他们走进了这家大狼拉面 没想到这家面馆就很离谱 第一不准交头接耳 第二快速买票入座 最后就是要心怀感恩的等待上菜 就连老板也十分特别 说话的生子看比文字叫 没过多久拉面就做好了 古剑不愧身为女神 吃个拉面都能离倒一群人 看样子古剑的体验感非常棒 刚吃完就惦记着下一次了 这个女孩形色匆匆的穿过走廊 来到古剑的面前直接跪倒在地 诉说自己体内的龙之力产生了反应 古剑吓得不知所措 女孩把古剑称之为公主 还要和她签订血之契约 只眼一眼就看出这是个中二病女孩 单纯的古剑信以为真 一直反问她各种问题 但小钟钟貌似有些演不下去了 转身就开溜 古剑不理解什么是中二病 常明立马说起了只也的往事 曾经的只也是个不幸男 在操场上对女孩疯狂求爱 但女孩以只也很中二为理由 非常干脆的拒绝了她 从那以后 只也才决定做回普通人 所以中二病的症状 就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黑历史惨遭暴露的只也 体验了一把大型射死现场 这堂课是体育课 老师要求两个人一组做运动 小钟钟小和古剑一组 和古剑实在是太抢手了 眼看所有人都组成了一对 小钟钟只好通过自我欺骗 来缓解这尴尬的局面 万万没想到 这时古剑同学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还伸出了一双手 邀请她一起 小钟钟受宠若惊 想要感谢古剑 却迟迟迟开不了口 说出来的就是一些夸张的中二语言 面对古剑似懂非懂的眼神 小钟钟害羞的低下了头 眼前这个金刚芭比 是图书馆的守护神 不管谁在这里说话 都会遭到她的一顿暴击 这天放旋 长明约古剑去买衣服 可古剑一想到 接上那么多人 就感到害怕 长明安慰她说 只眼也会一同前往 只眼本想拒绝 却吃了个闭门羹 长明看到古剑默许后 又邀请梅子一起去购物 梅子身为古剑的小粉丝 自然开心极了 他们一同来到了商场 没想到山井同学也跟了过来 他殷勤的问古剑 平时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古剑却说 平时都是妈妈给他买的 他也想自己去买衣服 但是不知道穿什么出门 此时的长明又起幺蛾子了 他让大家分别去拿适合古剑的衣服 价格不能超过一万块 等他换好后再进行打分 打个分数高就买那个 女孩子最喜欢的装扮小游戏开始了 古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门口 过往的人还以为这是个塑料模特 不一会儿大家就把衣服挑选好了 首先暂时的是长明挑选的服装 衣身红色旗袍简直不要太正 各位的分数架在一起是34分 接下来是山井的搭配 什么都挺好就是价格超了 这般武士规则只能自动淘汰 然后是梅子同学选的衣服 大家一致认为简直丑暴了 最后出场的就是只眼了 不懂穿搭的他只好随手拿了几件 当古剑穿上这一袭白裙后 几个人不约而统的打出了满分 就这样古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衣服 别人的梦想都是成为老师 宇航员 科学家 而这个女孩是想成为一名理发师 新井是这家美容院的新员工 不过当下她只能做一些打扫工作 这天她在门口遇到了古剑 于是热情的邀请她进店 没想到空气突然暗静 还是美容师真姬带她走了进来 新井还以为自己被嫌弃了 看着古剑优雅的背影 以及真姬认证工作的样子 就好像一幅绝美的画卷 新井拿出一堆杂志给古剑看 却发现古剑睡着了 可真姬直接拆穿了她是在装睡 剪完头发后由新井负责洗头 新井热情的问古剑 从几岁就在这里做头发 古剑颤抖的指着杂志上的十二 新井以为古剑并不想和她交流 洗完头发后古剑去柜台付钱 他拿出了杂志指着纸上面的字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新井看着书上的谢谢二字 这才明白古剑并不是讨厌她 第二天古剑来到班级里 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她的头发 只有只眼一个人发现了这件事 每当夜深人静时 古剑总会责备自己白天表现的不好 比如在山井问起她喜欢吃什么时 自己为什么没有迅速回答她 当长明邀请她一起玩游戏时 自己会不会表现的过于兴奋了 还有梅子说她头发湿了的时候 自己居然没有理解这句话 更尴尬的就是只眼不停的安慰 让她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这个男孩得了一种每到考试就想死的病 此刻她只想出去玩 她每明七月的提议大家一起复习 不过只眼早就看出来她没安好心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图书馆 长明的大声喧哗惹怒了金刚芭比 梅子赶紧向大家介绍这里的秩序 只要有人大喊就会被她打 打满三次就要离开图书馆 正当大家刻苦的复习时 长明看着小说突然大笑 金刚芭比一棒子就打了上去 不死心的长明玩起了积木 就连古剑同学也参与进来 该轮到只野了 她盯着前面的金刚芭比不敢动他 同时又无法拒绝古剑虔诚的眼神 她试探性的戳了一块积木 果然整个垮掉 可怜的长明被逐出了图书馆 第一次被打的古剑居然有一丝兴奋 其实她很想玩积木游戏 结果他们二人也离开了图书馆 考试成绩出来后 古剑同学的分数依然十分优异 一直在暗中较劲的诗田再次输给了古剑 自从放暑假以后 古剑从来都没有出过门 她很想联络只野同学 却迟迟不敢按下拨号键 而只野此刻也在想念着古剑 正当她揣摩古剑在干什么时 忽然响起的电话声吓了她一跳 还没等只野接起电话的时候 长明就把电话打了进来 她想约古剑去游泳馆 古剑开心到猫耳朵都出来了 这么好看的小姐姐竟然患有社交恐惧症 甚至面对自己的父亲都一言不发 古剑和小伙伴们约好了要一起去游泳馆 这已经是她第七次检查包中的物品了 妈妈的再三嘱咐实在让她有些吃不消 只好提前半小时就到达了约定地点 长明和只野也刚好赶到 正当他们朝游泳馆走去时 一面突然冲过来一群人 长明赶紧解释这可不是她喊来的 上井同学作为古剑的小迷妹 热情的邀请她一起玩耍 虽然古剑非常紧张 但她并不想扫兴 长明刚要和古剑走进更衣室 就被只野一把拽了回去 长年女装打扮的长明 差点忘了自己是个男孩 隔一室里古剑一脸认真地换着衣服 一旁的上井不淡定了 能看到古剑穿泳衣 简直是三胸有幸 可当古剑逃出泳衣的一瞬间 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上井强烈要求带古剑去买个新泳衣 泳池边四个男人已经就位 长明也换好衣服 紧接着妹子们陆续出场 男同胞们看得眼花缭乱 古剑换好新泳衣后走了出来 只野的目光让他有些害羞 人已经全部到齐 第一个项目就是刺激的水上滑梯 长明提出小和梅子组队 在他眼里梅子就是最好的缓冲垫 其他人则终先恐后的想和古剑一起滑下去 为了公平起见 他们用猜拳来决定 工作人员才不管那么多呢 直接把只野叫下来陪古剑下水 这个男孩有个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喜欢女神用头发抽他的脸 自己的女神古剑非常喜欢这个滑梯 直到滑了四次才肯善罢甘休 动泳池 长明和梅子在水中推着古剑往前游 而山井几个人则偷偷的尾随在后面 长明提出大家一起玩憋气游戏 时间短的人要请时间长的人喝饮料 还没等只野反应过来 水面上就空无一人了 原本大家可以多监制几秒钟的 可当他们看到古剑一脸认真的样子 全都破功了 就这样古剑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这时长明走过来提议去跳水 古剑兴奋的跟了过去 没想到脚下一滑摔倒了 只野刚想起身去服 就被上井来了个扫堂腿 古剑包扎好伤口后 长明提出活动到此为止 古剑却让大家不要管他 长明毫不犹豫地转身继续去玩了 原来他担心古剑会因此产生愧疚感 古剑一个人在休息区默默地等待着 只野的突然出现吓了他一跳 他告诉只野多怪自己让大家玩得不愉快了 这一次只野并没有安慰他 而是朝他的脸上扬起了水花 只野伸出手将古剑拉进泳池 下一秒长明就拿出水枪刺向二人 上井等人也纷纷加入 大家愉快地度过了一整天 这个女孩的受恐究竟有多严重 就连出门遇到一只蟑螂都不敢睁眼看 这时古剑的爸爸从房间里走出来 两人在毫无交流的情况下 达成默契准备一提出门 在路过一家冷饮厅时 再次不约而同地走了进去 古剑和爸爸一言不发地面对面坐着 即使是服务员过来点餐 他们也只是用手示意了一下 父女俩各怀心事 最后爸爸终于按捺不住开了口 看着古剑默不作声的样子 爸爸伸出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继续吃起鲍兵 结束后爸爸将古剑送到了图书馆 当古剑走进图书馆时 眼前一亮 他拿起一本书便认真翻阅起来 古剑的身影影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动人 从而引来了无数的目光 害羞的古剑火速逃离现场 当他看到收音台的工作人员时 又开始紧张到浑身发抖 本想看书让自己镇定一下 旁边突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古剑为了动音而开心 用双手做出了一副鬼脸的样子 这一幕碰巧背起来环书的只野看到 激动了他甚至忘记了环书 傍晚古剑独自来到公园 黄布四周确定没人后 他像个孩子一样玩起了娱乐设施 突然古剑感到口渴 于是拧开了水龙头喝水 这画面再一次被路过的只野看到 这下可真是大饱眼福了 各位男同胞们注意了 只要你们穿着浴袍过描绘 就能意外收获一位爵士美女哦 这故事还要从一个暑假说起 古剑一家四口决定外出探亲 一路上只有古剑的妈妈在不停讲话 他们首先来到墓地祭拜祖先 古剑停留在墓碑前的时间最长 妈妈还以为古剑说了很多心里话呢 可事实却是古剑没发出一点声音 随后他们来到祖母家拜访 祖母还是和原来一样不爱讲话 不一会儿树母吵闹着走了出来 看来她和古剑的妈妈一样 同样患有社交牛叉症 树母忍不住夸赞 古剑越来越漂亮了 这让射恐的古剑不知该如何回应 这时古剑的堂妹晶晶突然弹出脑袋 晶晶再次偷看古剑时 却发现人早已没了踪影 没想到自己反而被晶晶吓了一跳 为了不让妹妹害怕自己 她决定用脑痒痒来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晶晶开心地躺在地上打滚 无论古剑走到哪里 晶晶都像跟屁虫一样粘着她 这天晶晶邀请古剑一起玩桌游 在得到了古剑的同意后 晶晶突然感动地流下了泪水 到了晚饭时间古剑按照惯例去问候祖母 这么八卦的祖母我还是第一次见 上来就灵魂拷问自己的小孙女 是不是有男人了 这可让孙女如何是好 另一边晶晶按照与晶晶的约定 穿着运衣准时来到了庙会 让她感觉自己不合群时 迎面走来了相同装卖的女人 定睛一看 这正是古剑同学 古剑想要表达些什么 却发现纸和笔忘记带了 这时晶晶带领了1000个朋友来到庙会 真是不得不佩服她的社交能力 此时的古剑突然慌得一批 晶晶连忙走上前安慰 古剑仿佛抓到了救命大草 一路上一直跟在晶晶的身后 晶晶感觉这像是和古剑单独约会 突然变得异常紧张 她决定带着古剑去玩打法项目 由于身后一直有双眼睛紧盯着晶晶 导致她一枪都没打中 古剑也来尝试一下 没想到也来了胜负于爆棚的诗田同学 二人即将展开四轮对决 长明在不远处召唤古剑和晶晶 让他们一起来玩抠唐版 长明居然手残到玩了15次都没成功 而古剑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 晶晶发现今天的古剑似乎有些不对劲 他正打算论问情况 碰巧古剑也想开口说话 晶晶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二人刚见面时的对话 原来古剑同学竟然憋了这么久 接下来他们玩的游戏是拉绳子抽奖 拉绳子抽大奖的游戏你玩过吗 每根绳子上都绑着奖品 然而这个游戏里全是套路 长明观察到绑着一等奖的绳子老化严重 所以自然选择拉动一根破旧的绳子 可结果只是抽到了一包纸巾 晶晶决决定帮长明血洗前耻 每当他拿起一根绳子 老板都会表现出各种夸张的表情 最终晶晶也没能逃过老板的套路 仅剩下一位古剑同学了 老板这些年不赔钱的战术就是 在绳子上动手脚 加上自带的表情管理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人抽中大奖的 可下一秒古剑就拉起了一等奖的绳子 随后古剑就跑到一旁去捞鱼了 这时钟二少女也加入这一行列 大概是鱼都嫌弃钟二病吧 最后钟二拿着老板送的一条鱼离开了 智野和古剑来到一处角落休息 古剑在地上写着和智野单独相处很开心 恰巧智野突然转过头 古剑害羞的将地上的字擦除 暑假即将结束 古剑竟然来到智野家中做客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智野的妹妹小童 小童见到古剑以后 质问哥哥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结识了这么漂亮的小姐姐 长明向大家宣布这次聚集的任务 那就是想要借大家的作业抄抄 没想到大家纷纷投来了排斥的目光 长明只好自己搞定 而古剑竟然便聊起了家常 当大家愉快的说起暑假去世时 古剑默默的流下眼泪 大家还以为哪句话说错了呢 紧接着古剑举起了一张纸 原来这是他第一次希望暑假不要结束 身为斑花却会有一种罕见的病 只要与人相处就会瑟瑟发抖 无奈之下 他只好用纸和笔来交流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本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可莱子却表现得十分郁闷 他一直因为自己是个乡下人而感到自卑 平时不会和任何人讲话 就连裙子都比别人的长很多 不过就在今天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班级的古剑同学是莱子的女神 他做梦都想成为古剑那样优雅的女人 正当莱子还在幻想时 长明突然出现在古剑身边 他请求古剑帮忙去餐厅买午饭 还抱了很长一串菜单 莱子无意间听到了这段对话 幻想着自己有天也能坐在高党餐厅里 面对长明发自内心的请求 古剑只好答应下来 而莱子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可以暗中观察城里人是如何消费的 于是他一路跟着古剑来到餐厅 受控的古剑在门口瑟瑟发抖 可在莱子的眼里却是不慌不忙 最终古剑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服务员示意他上前点餐 没想到古剑在这个时候 竟然因为太紧张所以跑了出去 这举动让莱子看傻了 女神买个东西都这么别具一格 古剑整理好心情再次来到柜台 点了一份普通套餐 服务员热情的给他推荐其他菜品 古剑表演了一招沉默时机 直接迷倒了两位妹子 可事实却是服务员给的信息量太大 古剑的大脑突然短路了 随后古剑买完午餐就离开了 莱子在身后满眼的崇拜 他立志要成为第二个古剑 于是二话不说就走进了餐厅 快看这个少女正在门口鬼鬼祟祟 和他接头的也是一个装住奇怪的人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二的家中 好奇的他忍不住东张西望 这让中二不免有情难为情了 他礼貌的示意古剑坐下 见气氛有些尴尬 中二便开始推荐他最爱的游戏 简直好玩到无法用言语形容了 可古剑却无动于衷 中二担心古剑再也不会找他玩了 于是联盟开始搬救兵 不一会儿长明和志也来到了家里 长明这个社交牛叉症 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他建议四个人一起玩大乱斗游戏 只要把对手推到泥潭里就算获胜 古剑从来没玩过这款游戏 在只眼耐心的教程下 他才勉强能在游戏中走几步 可下一秒就走进了泥潭中 中二为了保护古剑和长明展开了决斗 可惜长明的技术明显略胜一筹 古剑用力甩掉身上的泥巴 却无意间打断了正在蓄力的长明 正当长明一脸懵的时候 中二一拳就终结了他 一天的美好时光就这样度过了 周日古剑正行在家里 突然接到了长明的来电 拜托古剑和他一起打工 内容就是给路人发纸巾 古剑虽然设恐 但还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长明这颗外相的性格 发个纸巾自然是得心应手 可这对于古剑来说 难度飙升五颗星 他小心翼翼的拿着纸巾示意 可周围却没人肯收下 这时一个形色匆匆的女人出现 他现在急需纸巾 又不好意思伸手去药 古剑注意到了女人的窘迫 还没等纸巾递过去 就被女人一把抢走 这个女人正疯狂的擦着鼻涕 没想到这小小的举动 竟然激发了女孩的灵感 他见人就开始发放纸巾 身为仰慕者的山景同学 拿起那喇叭就开始帮他打广告 纸巾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这发家致富的方法还真是有一套 又到了终意的开学日 只野和往常一样 和古剑打了声招呼 古剑突然注意到 只野脸上有颗芝麻 他不知道该不该做出提醒 一番思考后 古剑决定先观察一下 可看了半天都不知道如何开口 慌张的他只好用动作示意只野 一向敏锐的只野 今天却很迟钝 就在这时常明来到了班机 脸上同样带有一颗芝麻 这下古剑彻底梦了 随后出现的每个人 脸上都有相同的情况 古剑在惊恐下醒了过来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而已 第二天只野来到班机 古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 只野也有所察觉 所以走上前询问古剑发生什么事了 古剑害羞的拿出一张纸条 让只野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就好 只野顿时就慌乱了 这时常明这个神助攻出现 在古剑的旁边不停的叫他名字 只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没想到还是叫不出口 常明为了帮助古剑克服射恐 让他也尝试称呼别人的名字 古剑的小脸憋得痛红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 常明实在难以理解 毕竟自己的社交牛叉症 是别人无法超越的 眼前这个长腿妹子 被所有人视为神明般的存在 可只有他的同桌知道 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 今天是学校运动会的开幕式 常明因为不用上课而欢呼雀跃 这时一个叫小野的学姐出现 他热情的对古剑打个招呼 可古剑会有严重的射恐 已经开始不知所措 小野觉得古剑实在是太冷漠了 嘲讽了几句并离开了 山田作为古剑的忠实粉丝 难以忍受小野的行为 决定和全班同学一起用实力碾压他 老师宣布了运动会的比赛规则 所有班级一起参与 各项比赛结束后 分数最高的班级就是冠军 第一个项目是做广播体操 只要动作优美就能加分 小野同学的姿势非常标准 得到了教导主任的认可 就在这时 一个更曼妙的身子出现 教导主任瞬间就献上了自己的满分 第二项是团体拔河赛 古剑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把周围的人迷得神魂颠倒 结果这场比赛以失败告终 第三项是障碍经历赛 这个项目是存在艺术加分的 少李同学刚出场就被落在了后面 不过他用自己的身材优势 获得了大量的艺术分 第二棒是中二病少女 他努力的向前奔跑 可眼前的路障把他给难住了 这运动会的项目也太扯了吧 要在面粉中找出糖果 而且还不能用手 那样岂不是很丢人 当小钟钟犹豫再三的时候 人群中的古剑仿佛赐予了他力量 紧接着一头扎进了面粉中 这才完成了胶棒 只眼是最后一棒 成败就再次一举了 长命让古剑和大家一起加油助威 古剑却一直处于犹豫当中 正完全圈的只眼已经体力透支 这时他注意到了远方的古剑 古剑只是发出了蚊子般的声音 就让只眼瞬间热血沸腾 一溜烟的跑向了终点 成胜追击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让隔壁般的小野同学敬佩不已 突然之间天空下起了雨 大家正在帐篷里等待雨停 古剑的妈妈出现在学校 他热情的对同学们打着招呼 害羞的古剑连忙把母亲推走了 天气放晴以后 第四项比拼也随之展开 每个人都要像同学借一样东西 成功借到以后才能赛跑 古剑上场前指了指脑袋 只眼立马就明白他需要发带 而长明这个小机灵鬼 竟然想要骗只眼拿出1000日元 第五项是全体学生抢椅子 大家将抢到的椅子 全部献给了女神古剑 经过了一系列的比赛后 美班要派四名同学 参加最终的对抗接力 第一名的班机会加以一分 这个女孩在接力比赛中不慎摔倒 不愧是女神般的存在 所有人都为她加油打气 古剑用尽了全身力气冲刺 没想到还是输给了小野同学 但这种拼搏的精神 受到了学校的表扬 第二天古剑偶然发现 只眼和小伟同学走得很近 于是便心生忌妒 而小伟只是单纯的想要帮助只眼 这天两人在走廊里聊天 古剑突然在墙角冒出小脑袋 小伟友好的对他招了招手 没想到会有射恐的古剑 瞬间就被吓跑了 放学后 小伟和只眼正在清点作业 古剑提出自己要帮忙 小伟一眼就明白了他的意图 然后头也不回 他就离开了班机 第二天早上 小伟来到两人身边 他在古剑旁边小声的说着悄悄话 表示不会再破坏他和只眼的好事了 此话一出 古剑害羞到直接跑路 来到班机以后 古剑告诉只眼 他想要去拍大头贴 长明和山田听到后 也想和古剑一起 于是四人来到了自拍馆 拍了很多张照片 可古剑永远都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临走前 古剑看着柜台里的小挂件发呆 结果第二天 只眼就把挂件送给了他 紧接着古剑也掏出了一模一样的 他提出和只眼进行交换 于是两个人就拥有了情侣款挂件 这个女人很有一种怪病 这件事他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古剑所在的班机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同学们正在讨论文化节 摊位展览的问题 大家有各出己见 逐渐演变成互相谩骂 长明忍无可忍了 目前所有的票数都相同 他提议让在座的各位重新投票 这些话也正是只眼相表达的 长明希望把摊位布置成女仆咖啡厅 试问有谁不想看到古剑同学穿女仆装呢 山庆推荐的主题是鬼屋 不仅能够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 还能和古剑来个近距离接触 身为抓二兵的小众同学 希望搞成乐队风 毕竟他想听一下古剑的天籁之音 而受虐狂的上里 更希望做打低数的活动 这样他就能被古剑痛扁了 同学们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投票理由 很显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只眼已经无法控制这个场面了 他询问古剑投了什么票 古剑表示 当然是女仆咖啡厅啊 于是大家全票通过 开始各自分工 做着准备工作 古剑也想帮上些什么忙 奈何大家谁都不忍心让他干活 甚至还把古剑当成神一样供奉起来 由于材料不够 小峰打算去外面采购 没想到他竟然想叫上古剑一起 这个女孩患有严重的射恐 当他听到同学约他外出时 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小伟见状赶紧提出要全程陪同 三人一起来到了家居商场 小伟本来想要分头行动 可看了看身旁尴尬的二人 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们在挑选木板时 忽然发现小峰不见了 古剑四处寻找着他的身影 在锁定目标的一瞬间 古剑立马冲上前拽住了他 小峰笑容赢的对古剑表达着感谢 古剑很好奇 为什么小峰要叫他一起出来买东西呢 小峰却说大概是想要和他交个朋友吧 古剑听完以后内信息十足 想了一堆自己的心情 不过最终写在纸上的只有一句 我很开心 采购结束以后要做的就是发传单 长明亲自给古剑做了个示范 他直接开门见山 向老板说明了此次活动 不仅传单发出去了 还收获了老板赠送的点心 古剑顿时就有了动力 他走进一家店却迟迟不敢开口 最后以失败告终 既然此路不通就换一条路走 古剑来到了自己熟悉的店铺 成功的把传单分发了出去 三人顺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 在文化节的前一天晚上 同学们已经全部累倒在地 长明几人贴心送上了饭团 大家刚想伸手去拿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女神做的料理 同学们是万万不敢去触碰的 为了弄清楚究竟哪一个处自女神之手 几个做饭团的人各自提供了证词 同学们听完以后 纷纷拿了自认为正确的那个 只也仔细观察着手中的饭团 这么标准的正方体还是第一次见 咬了一口发现竟然有些好吃呢 原来只有这个饭团才是古剑做的 终于到了文化节开幕这天 第一个到访的客人是明护 她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仆专家 为了给女仆们留下好的印象 她还特意打扮了一番 来到店里以后 明护很快就鉴定出这些女仆的类型 就在这时 古剑端着一杯水走了过来 她的眼神震慑到了明护 明护以最快的速度吃掉了食物 随后就要转身离开 古剑还以为是自己招待不周 于是小声的说了一句 吓死光临 此时的明护也意识到 这大概是个高龙女仆吧 客人离开以后 长明拿出了一套女仆服装 他建议只也也加入他们 只也拗不过 只好变身成双马尾女仆了 古剑的妈妈听闻引来捧场 不仅如此 还把古剑的弟弟也带来了 弟弟那清秀的脸庞 让所有女仆立即被全粉 当只也的妹妹来找她时 却发现了这副装扮的只也 然后快速的拍了张照片 掉头就走开了 这个女仆患有严重的射口 只要站在她家面前 就会忍不住瑟瑟发抖 女仆咖啡厅还在营业中 古剑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大众的焦点 长明为了招揽顾客 同时发挥出社交牛叉症的优势 没过得久 店里就爆满了 可长明并不满足于现状 他让古剑去外面走一圈 便又吸引了大批顾客 不得不说长明可真是个商业鬼才 紧接着他又开发了各项服务 比如和女仆玩游戏 拍照等 赚取了大笔的金钱 也因此引来了学校的老师 无奈之下只好把钱全数退还 但长明并没有放弃 他要带着古剑去逛其他摊位 其实心里正打着其他的小算盘呢 他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鬼屋 古剑心里十分恐惧 但因为设恐的原因 他并不敢开口说话 这时一个半鬼的女生 正准备出场 就看到了人群中的古剑 女生担心古剑会讨厌自己 所以并没有冲出来吓唬他们 走出鬼屋以后 长明注意到了隔壁的天台喊话 于是几人就来到楼下凑个热闹 此时站在天台上的是山景同学 众所周知 他可是古剑的小迷妹 如此大号的机会 山景自然要对古剑表白了 没想到此话一出 看下鸦雀无声 这个女孩患有社交恐惧症 今天她要在天台上大声喊话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古剑终于露出了脑袋 人群中顿时就沸腾起来 古剑原本打算说女仆二字 台下的人开始盲猜 或许是古剑要穿猫耳朵女仆装 大家表示一定会去看的 古剑走下台以后 长明给他戴上了猫耳朵 这广告效果真是拉满了 随后古剑盘起自己的长发 却发现引来了更多目光 只眼连忙解释道 是因为他的这副打扮特别可爱 古剑听到这话害羞不已 这时小伟和小峰出现 四人组团去附近逛一逛 古剑愉快地体验了各项活动 太阳落山以后 几人没坐在一起 他们听说这次文化节是有排名的 这就是大家如此卖力的原因吧 此时楼下正在举办摇滚表演 古剑和只野在不经意间四目相对 只野表面上云淡风轻的样子 可内心却紧张不已 眼下文化节已经落幕了 第一名自然是女仆咖啡厅 不过因为长明的不正当盈利行为 获奖资格被取消了 但是古剑却表示他玩得很开心 接下来就是庆典舞会了 同学们抢着和古剑一起跳舞 他因此打得不可开交 你能想到这个双马尾女仆 居然是个男人吗 他发现自己的女神想要参加舞会 于是在经历了一番挣扎后 终于鼓起勇气邀请古剑 两人别别扭扭的来到舞池中央 正当之野感到不知所措时 长明申请加入他们 结果他们手拉手上演起了三人舞 晚上长明号召同学们一起看了庆功宴 随后大家来到了KTV 古剑表示他曾经和家人来过这里 不过都是他妈妈一直在唱 到了点歌换阶时 古剑开始瑟瑟发抖 这都是因为长明制定的规则 房间中每个人都要唱一首歌 同学们开始放飞自我 展示着自己独特的曲风 只有古剑一直处于焦虑状态 可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古剑拿起了麦克风 却因为太紧张错过了前奏 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发出声音 但是同学们还是对他连声称赞 接下来是只眼同学的演唱 但同学们各忙各的 根本没人听他的歌曲 只有古剑一人默默的打着节拍 在同学们的漫步惊心下 只眼卖力的唱完了整首歌曲 当他刚要回到座位坐下时 长明就拉起了他和古剑的手 让二人共同合唱一曲 千万不要轻易和射口女孩打招呼 因为你这波机操 随时都有可能把他送走 这事还真的不怪古剑 巧就他就读的到底是个啥学校呀 外卡汇集 就连老师都不正常 再看看长明这个社交牛叉症 丧心病狂的要帮古剑交到100个朋友 至于办法嘛 就是让他找人 再有人账上签字 我真的又被震惊到 难道现在交朋友都不需要走流程了 古剑的吸收能力也是叮呱呱 转身就把本子递给自己暗恋的只野同学了 眼下还差98个名字 就能说公吃鸡腿哦 古剑只好用着头皮去找同学 这时候就能看出他的人缘咋样了 可抢着险子是不是夸张了点 你对忙活下来呢 还是BBQ了 足足差了87个人 不过不要担心 新朋友马上就出场了 片剧和古剑一样是个社恐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 让他足足拖了半年才敢来报道 为此还把头上的毛染成了黄色 各位宝子们 有谁是同款发色可以举个爪哦 这一害小哥居然是个射口 你敢信 正当全班同学 背着迷之外表吓得瑟瑟发抖时 就场往长鸣来演 结果下一秒就被片剧给拖走了 大家立马装成凶巴巴的样子 保护心中的女神古剑 嗯 防御力就差一点点 当片剧走到古剑面前时 明场面出现了 两个射口怪 差点被对方给吓晕过去 但片剧仍然想努力打破将军 之夜判穿了他的小心思 主动开启热心肠油耗模式 天呀 这个画面像极了爱情 随后两人在学校里闲逛 片剧一眼认真的盯着之夜 满脑子都想着 极有加一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 古剑同学也这么一直盯着自己 我惊了 转不及能力不要也罢呀 放学后场面又开始起幼鹅子了 邀请大家去小钟钟家复习 喂 你这样真的礼貌吗 这俩妹子居然喜欢上同一个妹子 是的 你真的没听错 为了能独占古剑女神 小钟钟和山景直接放出大招 人身攻击 好一个精准才来 我给十分 正当古剑远地蒙圈的时候 矛头立马转向了他 再看看古剑平息怒火的能力 别吵了 你俩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其实山景是想就此算了的 都怪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最后小钟钟提出打电动 结束胜负 只可惜赢家剑是凑热闹的长鸣 整个一大无语事件 到了考试这天 古剑不小心把铅笔掉在了地上 想找老师求助 又怕引人注目 细心的职业观察到了这一幕 二话不说 把自己的笔也丢了出去 老师应声赶来帮忙 看来这无情的辽妹 最为致命啊 当然也不是只也一厢情愿 古剑发现他没带橡皮后 果断扯下一块 用到了地上 好家伙 你们讨个恋爱 老师差点疯了 这个少女做梦的想看到 女神穿了啥眼色的小酷酷 一想到这儿就口水直流 这不 外面刚下过雨 就着急猫慌的带古剑来到操场 外面的水坑 刚好能满足他的需求 就在我搬出小板灯 准备看戏时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深眼的愤怒 这时刚好一阵风吹过 董真哥的时候到了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一看这边啥都没有 老铁嘛 哥谁心态能不崩啊 班机里 黄毛开始灵魂靠问同伴 最想和哪个女同学交往 据我猜测 这个话题能打破99%的学生党 大家开始挠不起了画面 首先想当射牛正的长命同学 喂 搞错了吧 人家明明是个懒孩子 共享冰淇淋真的好吗 山井同学这一趴就显得比较傲娇了 嘴上埋怨男友送的耳环 巨宠无比 可还是乖乖带了上去 最爱打电动的小钟钟 应该是居家电咱们的最爱了 这几款妹子 请给我的粉丝们也来一搭 这妹子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没有男生敢脑补和他交往的画面 只也烦恨成了最有发言权的人了 幻想着两人一起做家务的画面 刚要到最重要的环节 只也突然间鬼出起来 大概是觉得自己有些冒犯吧 第二天 古剑主动约他去猫咖 白给的机会 说不要就是不要 古剑只好叫上小伟一同前往 没想到大雾与事件发生了 所有的人身边都有猫围着 只有古剑被动形成一道屏障 而在喵猩人的视角里 他简直就是气场炸裂般的存在 所以根本没有小猫咪敢接近古剑 镇宅的黑猫老大看不下去了 这颗人是不是有点太碎了 于是他慢慢悠悠的来到古剑面前 先不说这叫声好不好听 就冲他主动蹦到古剑的腿上送安慰 我就得给他点个赞 小伟也没闲着 连忙把这画面给拍了下来 看到照片的指引 怕是肠子都回清了吧 各位老铁们 听姐一句劝 下次有妹子约的时候 切记千万不要拒绝哦 这个少年竟然能做到秒读女人心 中二兵女孩特意抛来请教 只也刚向无意间装个十三 他的训练方法简单粗暴 随便找两个彪悍妹子抢走古剑的球 那么问题来了 古剑此刻在想什么 山顶的小钟钟立马掏出打踢板 不过很可惜 全部打面 当古剑盯着欢声笑语的同学们时 只也的提问又来了 山顶的答案是让大家别聊天了 而小钟钟回答的更自信 觉得古剑一定是想加入群聊 只有只也这个大聪明 猜到古剑是担心大家在议论自己 奇怪的脑洞又增加了 顺时长命注意到天空的彩虹 大家一流鸭跑向窗户欣赏 山顶和小钟钟也没闲着 又开始盲猜古剑的想法了 俩人的胜负欣肉眼可见的墙啊 不得不说女人的心思你别猜 猜来猜去也不会明白 山顶小钟钟彻底给跪了 这准确率高达0%啊 古剑注意到三人的奇怪举动 忍不住从长前询问怎么回事 极美们搞错了 古剑只是想单纯加入你们而已 一整个大乌龙事件啊 注意看这群不良少年正幻想着和半上妹子交往的画面 而之夜这个乖乖男只有在旁边偷听的份 话说其他女孩的画风都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但古剑的出场方式我真是惊了 竟然没想象成亚洲第一女杀手 单凭一把水果刀就能称霸天下 这时古剑刚好从旁边路过 最近半天来了个帅锅 身为帅口的他 第一个目标就是约之夜一起吃午饭 帅锅深吸一口甜的一只精华 悄悄来到之夜的身后 万万没想到 帅锅在古剑的注视下 竟然紧张到无法可说 最后一番思虑之后 还好之夜是个善解人意的小伙 不用多说就猜到了他的强法 谁知帅锅头脑这么不清晰 还以为是古剑在暗中帮忙呢 自信一下子就上来了 张口就问起之夜的爱好 帅锅突然注意到暗中观察的古剑 决定再次证明自己的社交能力 兄弟们 这谁顶得住啊 小伙儿私下特爱穿女仆装 结果还被全班同学看到了 大型射词现场还有谁 只也决定到外面骑车发泄一下 刚好运气买了红薯的古剑 此时他的内心活动是 女神被我呆到了要不要约个会呢 可想了半天还是张不开嘴 直到古剑主动递上了红薯 这害羞的小表情建议反复观看 圣诞节这天长命打来电话 通知古剑要在他家开party 果然社交牛叉人就是这么强大 古剑刚准备去给大家买礼物 转念一想自己是个自闭症啊 就在这时弟弟从走廊路过 下一秒就被迫出来当跟班了 每当想偷偷溜走的时候 就会被古剑当场抓包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当古剑看中一条围巾时 竟然要弟弟帮他付钱 冤种弟弟注定人才两空啊 长明和朋友们来到古剑家 上来就问候一句生日快乐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大家还以为日期搞错了 可实际上古剑只是过于惊喜 猫急用语言回应的状态 圣诞派对的第一大难关就是选座位 都想和女神坐在一起 这群人虎视眈眈的盯着旁边的妹子 和女神挨着坐 她不香吗 此时的古剑已经下蒙圈了 还好老妈出来叫走了她 其他人事先预留好古剑的位置 然后猜拳决定座位 山井凭一己之力KO了所有人 果断坐在古剑旁边的地方 结果您猜怎么着 古剑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明白了 看来只眼才是流量密码呀 此时的山井原地失化了 不过不要紧 他在国王游戏里高光了 自己事先参考国王的权杖 在安排忍者偷看古剑的数字 要说最仰仰的还是长鸣这一趴 上来就冲中了古剑 让他靠死圣诞老人 而丽毛妹子的要求也很奇葩 终于轮到小钟钟当国王 他从圣诞球里看到了山井的号码 报复的时机说来就来 6号你给我转三圈雪王叫 正当我哈哈笑的时候 结局竟然反转了 这一招偷俩换住 我是真的服 没想到古剑妈妈也来凑热闹 她的要求更来人 这个妹子居然把自己捆成礼物 准备送给女神 甚至还有更离谱的 比如游戏点卡 蛋白粉之类的 我要是古剑同学 是真的会泄好吗 最后还是之前选择了一个 比较靠谱的黑猫玩偶 一看这8000大洋的价格 这也决定还是中筹一下吧 和礼物送到以后 古剑竟然毫无反应 直到晚上互相道别后 大家才收到她群发的感谢消息 行吧 那我就替同学们原谅你这个射口女孩了 第二天太阳刚晒屁屁 古剑就享受到了叫醒服务 结果一出门就看到这样一幕 其实事情是这样事的 长明半夜惊醒 发现窗外大雪 立马找到只眼 便出现这次站着视角的画面 看着不满一地的雪花 查明提议 堆个雪人如何 奈何古剑是个守残党 只能在一旁默默观察 可当他回过头后 当雪人新鲜出炉以后 古剑的闪光灯根本停不下来 甚至还堆个幼崽 放到了大雪人的旁边 这画面我真的是爱到爆啊 现在小学生的演技这么强吗 只是被雪球砸中而已 就搞得像生理死别一样 面对来世修上的高中生也就算了 队伍里居然还混入了古剑 百烂谁能说得了啊 就在小学生组奄奄一息的时候 古剑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原本是一对三的局面 没想到山井是个叛徒 用雪球攻击了队友之后 主动请求古剑的球形 小学生组就这么逆风翻盘了 虽然古剑是大家眼中的香伯伯 那妹妹只要一看见她 就吓得四处逃窜 最后还是靠体力征服了妹妹 姐妹俩一起玩卡牌游戏 这时奶奶突然乱入进来 接下来的一幕连我都惊呆了 祖孙俩完全憋了覆面孔 在一顿高端操作下 妹妹三连胜 不过这样还是老的辣呀 报仇的重任就交给了古剑 日本的新年原来是这样事的 妹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 走在路上回头绿杠杠的 奶奶带着俩女儿刚进门 神主就开始手舞足道 原来是庙绘的建筑巫女罢工了 奶奶单方面拍出古剑就差 万万没想到啊 竟然遇见了班级里的景中同学 这要被发现自己是个乡霸佬 高的地位可就不暴露 可当古剑面对客人时 景中还是决定豁出去了 为了表达感谢 古剑还写了张纸条递给他 从此摄口女孩又多了个朋友呢 再看看只眼那边 一大早就被长鸣吵醒 不愧患有社交牛叉症啊 给同学们挨个靠电话 张罗几十年参拜的事 反正大家在家都挺闲的 也就答应了下来 只眼本想叫上古剑 却再次被长鸣抢占先机 这下傻眼了吧你 当人全部到齐以后 一溜烟的冲击庙里 只眼兄属于你的机会来了 给你机会你是真不中用啊 长鸣带领小队一起抽签 只眼自己切儿抽的不咋地 反倒好奇奇古剑的了 你们说说 只眼是不是大志男一哥呢 这个曹汉心心念念着 班里的阳光大男孩 还准备约人家出去溜兵 可接起电话就开始支支吾吾 本来想乱只眼防不方便 结果一开口就离了大铺了 在一番手舞足蹈的加持下 总算解释清楚了 只眼决定再喊上其他人一起 多交几个朋友也不是啥坏事 但第二天就原地待住了 两个射恐四目相对 片局这波假装淡定我给十分 三人来到溜冰场以后 片局本想展示一下高通操作 可下一秒 现在压力给到了唯一会滑冰的只眼 结果一个没注意 顾见着窜出去了 只眼联盟叫他如何停下来 接下来就是高能镜头了 简直是羞死人了呀 旁边的片局看不下去了 人家也想牵手说滑冰嘛 可脚下一滑直接倒在了只眼怀里 这一招宝子们要记在本本上哦 你绝对没见过两个大男人手牵手滑冰 这场面简直是羡慕我也 就是结局有点不惊人意呀 因为只眼得色感冒了 一看体温计39度2 我估计烫手个鸡蛋是没啥问题了 只眼吓得赶紧喝水压压惊 看来这种情况只能互交热情的长命同学 这大哥也是稍迷糊了 电话居然打给了古剑 而古剑还真是个行动派 二话不说就过来了 眼瞅着梦中情人给自己端茶倒水 甚至还递上秘制淡炒饭 只眼的脸直接红了好几度 古剑趁只眼睡着 正要偷偷占个便宜 古剑差点吓到昏厥 就连回到家都在反复回响 为了解除误会为自己证明 古剑特意给长明写了一封长篇大论 结果第二天却被误以为是情书 可打开一看 只眼更是一脸懵圈 明明记得古剑去探望过他 可得到的反应却又不正常 一定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好家伙 这对男女的脑洞真的让人很难理解呢 今天我们来说说男人自恋的表现形式 分别是炫耀自己的音乐品味 凳子永远不好好坐着 还有动不动就吹起刘海 躺枪的老铁请举手 这兄弟名叫成赖 自恋到没朋友 他认为只有古剑才能配得上自己帅气的容颜 于是他勇敢的走上前打招呼 狐狸古剑可是神仙般的存在 要我说自恋狂就是可怕 就算外人阻挡 都只会认为是被粉丝围住了 而山井的出现 着实是给他上了一颗 纵使护花使者很强大 但成赖坚决不放弃任何大山的机会 终于他身心疲惫了 可万万没想到 古剑居然主动送上门 搞得成赖还以为古剑暗恋他 大山的动力更足了 只剩之夜这个倒霉蛋留在原地 被迫留下了联系方式 结果每天都能收到一张自拍 你见过这么受恐的妹子吗 要么用纸条沟通 要么就和人隔着墙角说话 真是一个大写的福啊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修学旅行了 只剑和长明已经忍不住幻想 应该去哪里玩才好了 明明是件开心到炸的事 古剑却表现得闷闷不乐 直到放学 只剑才小心翼翼的问起 可女人的心思咋可能猜得透吗 一句我没事就给搪色过去了 结果只剑刚转身离开 古剑就一个电话靠过来 中学时候因为设计的原因 班里没人愿意和他一起修学旅行 就连最后被分进小组 也因为格格不入没能参加 这事给古剑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只也本想陪他一起 但据说这次是三人一组男女分开 于是只也有了个大胆的决定 不就是旅行吗 大不了不参加呗 我说二位朋友 有什么话不能面对面说 非要隔着墙角支支吾吾的呢 第二天老师刚走进班机 同学们就像疯了一样 抢着和古剑一组 到底谁才是那个幸运儿呢 筹签分组究竟是种什么体验呢 绝必能让互相讨厌的人更讨厌 疯癫的人更疯癫 职业原本还很担心 自己被一组的两个奇葩给同化 可看了古剑那边才叫尴尬 首先打破僵局的是佐佐 分享流石这招是真妙啊 你以为这样就友谊满满了吗 气氛依然尴尬得很 直到加藤和佐佐达成统一目标 到达京都的第一天是集体行动 由年轻漂亮的岛员带团 没想到慈然刚上岗的第一天 就遇上了几个硬茬 不是问他有没有男朋友 就是想当他男朋友 导游的节奏全被打乱了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他开始疯狂展示毕生绝学 就连一块石头都形容得天花乱坠 只可惜同学们的注意力 全放在了古剑身上 导游只好放出大招 用体温的方式进行互动 下一站大家来到一座寺庙 甭管导游咋迈力介绍 同学们依然不给面子 有的跟松人自拍 有的走哪吃哪 甚至还有自己跑丢了的 这些学生是真难待呀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导游妹子了 疯狂迈力输出 结果没有一个人在听 就在他快要告别职业收押时 却发现古剑一脸认真的在听讲 这不就是自己的初心吗 只要有一个人感兴趣 导游就是充满意义的 一想到这儿他干劲十足 甚至比以前更加卖力了 哄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另一边 古剑和枝叶正在研究 一座房子的构造 说到兴起之时 古剑的纸上写下三个大字 我喜欢 原本是说老房子的 不想却被赶来的导游给看见了 其实除了旅游之外 还有一个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跑温泉 山庆同学已经开始不笑连篇了 今日份目标 必然是和古剑近距离接触啊 他躲在角落偷偷等待 古剑因为害羞 在衣柜前一动不动 和他有同样担忧的是梅子 毕竟身材太好 也是这种烦恼 要我说还得是小伟同学会来帅 利用女人的羡慕心理 三下五除二 就让梅子重拾信心了 当古剑走进浴室后 山井直接冲过来 打了个直球 内容咱就不多说了 光看着眼神就知道 应该是挺纯洁的心思吧 当自恋爆棚的怪咖 遇上人高马大的射恐男孩 一开门 房间里还有三个不良少年 画风突然就变成了遮阳婶的 而另一边 场面又在起幺蛾子 枕头大战里 最后留下的人就是胜者 花音刚落 枕头就开始倒出飞 无间终究还是按捺不住了 抱起枕头就蹿了上去 最后场上只剩下山井和长鸣了 正当二人准备一决高下时 能让几人如此害怕的 被老师莫属了 一场闹剧就这样潦草结束 第二天老师通知大家自由活动 古剑和童组的两个姐妹并不熟悉 一路上别提有多尴尬了 还好家藤主动打破僵局 拿出事先安排好的行程 列车上为了找点话题 俩人问起古剑 周末都干点啥 可一听说答案是 在家躺着以后 姐妹俩心态都崩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 美女口中的不怎么注意保养 优荡伤口中的上个没听讲吗 请问你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优荡伤口妹子遇到小动物时 画面竟然是遮阳的 一人一路四目相对 小鹿静止走向古剑 如此绝美的画面 同行的俩妹子看了直呼可爱 以至于差点没赶上回去的二路汽车 原本是个小事 加疼到左左却心生嫌隙 一个埋怨对方行程安排太慢 而另一个又觉得对方速度太慢 古剑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 虽然古剑为人设恐 但情商还是很在线的 立马翻出三人今日份的照片 尴尬的氛围以下自缓和不少 要我说还得是你古剑会玩啊 姐妹们一下车就火速奔向影视城 话说古剑靠色的5G迈向也太赞了 免得一群人跑过来围观 就这群笨蛋还想吃点嫩草 左左妹子第一个不答应啊 二话不说就戴好面具冲进去救人了 不过手里的这幅悠悠球是认真的吗 老铁们有喜欢这个娱乐项目的 可以在评论区举个爪爪哟 你绝对不敢相信 这个少女随手打出一套悠悠球 竟然能吓跑一群坏蛋 事后左左想隐瞒自己的身份 说不知手套已经把他给出卖了 为了让他不打自招 佳藤居然开启了套话模式 只可惜托姆都要说干了 左左就是不肯松口 目测这种情况只有古剑能摆平了 他快速在纸上写下了感谢的话 左左再也坐不住了 跑到厕所就是一顿羞耻心泛烂 其实不承认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自己小时候因为玩这玩意儿被人嘲笑过 虽然这位子多少有点玻璃心吧 但他还是决定要重振凶风 就是说这画面可不是一般的人呀 晚上熄灯以后呢 三妹子也没闲着互相问起了情感八卦 古剑也算是小白一样的存在了 居然问起喜欢是一种啥样的感觉 得到了答案的古剑突然瑟瑟发抖 只见古剑默默画出了一个大写的H 宝子们女神心动了 全校第一的爵士美女竟然在车上打起了呼噜 旁边俩妹子瞬间就起了带心 转身就跑去找志烨 志烨是一脸蒙圈呀 走近一看却发现古剑毫发无损 在左左的眼神威胁下 他只好硬着头皮坐在一旁 这呼噜绳的确是敬为天人呀 古剑也不知道是真睡还是假睡 头一摘就讨人肩膀上了 看来这次旅行还真是收获满满 回到学校以后 古剑这一组的姐妹反应都怪怪的 想互相打唇招呼 却又担心热脸贴冷屁股 还得是我们的中二少女啊 直接给同组小伙伴甩了件礼物 验居这个射口更是交到了一大批好友 古剑的内心OS绝对是 今天老娘豁出去了 这也一眼就看透了她的心思 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 古剑在本上写下早安二字 咱就是说 如此可爱的行为 谁看了能不乐开花呢 这妹子乃是堂堂一笑花 竟然被一个小男孩给拍了屁股 而她姐姐还装作没事人一样 古剑来的同学小伟家欢度情人节 虽然是三个妹子 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小伟快速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再把生奶油和巧克力倒进去隔水加热 小峰这边负责搅拌蛋清 不过这树栏一般的速度是来搞笑的吧 连小屁孩们都忍无可忍了 更噩梦的是 小伟竟然安排古剑去帮忙 古剑悄咪咪的走过去 这手速何止是单身二十年呀 不一会就搅出泡沫了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应该是个巧克力蛋糕 为了打发等待时间 古剑陪小屁孩们一起玩耍 谁知这现在的小鬼都这么调皮 吵着让古剑说句话听听 小伟端上新出炉的蛋糕 几个小鬼一口咬下去 满满的幸福感都要溢出屏幕了 小伟的弟弟循着小伟赶来 最惨的非小伟莫属了 一顿忙活连个渣渣都没吃到 原地心疼你三秒钟 岛国的情人节竟然是遵染过的 妹子把自己的头做成巧克力 送给了她爱慕已久的女神 两边这一定是搞错了 争取的打开方式应该是 女孩子红着脸送给心动男生才对 这也就显得有点尴尬了 一天都没收到任何礼物 明明早上还自信满满 但现实却是残忍的一批呀 只眼一整个阴摸住了 正准备出去偷偷进食 开门就撞到了古剑 那就顺理成章的约个会吧 可古剑过来的目的 只是受长命的委托来送材料而已 之夜竟然还期待着 能收到古剑的礼物呢 就在我以为远分擦肩而过的时候 古剑迅速跑到之夜家楼下 飞箱假装继续拿文件 算了还是简单粗暴点吧 掏出巧克力直接双手奉上 姐妹们 女追男哥从杀呀 连古剑这种射口患者都豁出去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女神的黑丝被凳子刮破 一旁的小粉丝本想偷拍他 却无意中发现了破洞的地方 为了不让女神出丑 山景一溜烟爬到古剑身边 还用摇摆的舞姿掩饰起来 这时候他面临两个艰难的选择 到底告不告诉古剑丝瓦破了这件事 想着想着还差点东西手来 山景强行控制住了自己 下课期间跑到古剑旁边 告诉他左边丝瓦开线了 只见山景从包里掏出同款丝瓦 又强行带着古剑去换 据我猜测这货应该另有所图 趁着古剑换丝瓦的时候 山景羞愧的表示自己救驾雷迟 可古剑向来慈悲为怀 自然是不会介意的 这下山景就放心了 把古剑换下来的丝瓦 直接套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这画面只也盯着看了好久 喂兄弟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啊 各位年轻人千万不要模仿哦 知道杀将马路焦丽账吗 这妹子只要一灯红灯 就会变得异常暴躁 如果这时候碰巧耳机先打劫 又或者是鞋带开了的话 本来就怒气直满满 想喝点快乐水淡定一下 谁是竟然弄脏了衣服 洛洛的问一句 这是老倒霉大了吧 就在鬼岛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识 古剑的出现瞬间治愈了他 还耐心的帮鬼岛解开线团 这个朋友还不是最奇葩的 再看看这位佐藤同学 永远都不会拒绝别人 就连抓后背的忙都要绑一下 好朋友觉得这姑娘太傻了 想方设法的教她如何拒绝 可有人地喊佐藤帮忙 她立马就又两肋插刀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 堂堂一学生 又生生活成了立功 古剑实在是心疼这妹子 立马凑上来帮忙 还告诉佐藤有事可以喊他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姐就不客气了 明日早我来打扫教室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此话一出 佐藤还没来得及后悔呢 古剑就一口答应下来 公子学校里又多了三个立功 答应我 好朋友之间千万不要下棋 友谊的小船是真的会翻呀 这可是古剑和志烨第一次闹矛盾 连辽级长明出马都不好使了 可转眼就要到情人节了 身为男孩子 不主动点怎么行 志烨决定问一下 妹妹有啥好主意 妹妹也是个八卦爱好者 三后就问 是不是中医人家 一听这话 妹妹瞬间崛起了 这可关乎着老哥的幸福啊 至于选了啥礼物 咱先卖个关子 话说志烨这小伙儿也太怂了 来找古剑的时候 就像个小偷一样 最后还是古剑的老母亲 活生生给他拽了进去 更恐怖的是古剑老爸 一言不凡的坐在志烨对面 古剑回来一开门 也吓了一跳 赶紧把老爹赶走了 俩人像拼桌的一样默默坐着 只也决定发挥男子汉的气概 拿出准备好的礼物 递给了古剑 竟然是一盒可可爱爱的护手刷 结果还没等古剑有所反应 他就提出 天色已晚要回家干饭了 这可真是传作中的大直男 话说你们情人节 收到过啥礼物呢 你们玩过推橡皮擦的游戏吗 只要将对方的橡皮擦 撞向桌子 就是最后的赢家 四人拿出自己珍藏的橡皮 准备开启一场恶战 诗田是个先发制人的主 一拳把橡皮按在桌子上 还自信满满的称之为铁壁 相比之下 古剑就显得弱到家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一不变应万变吗 长明前一秒还是个捧臭脚的 可下一秒就爆发了 我本以为此人是个王者 谁知是个小小青铜 诗爷也是个没脑子的小朋友 既然效仿起长明的举动 就连一项稳重的只爷 也加入冒失大军的队伍 我严重怀疑你们是故意放水 就在这时 两个怪咖突然乱入 于是由组团开始新一轮战斗 一时之间 所有同学都过来赶过热潮 甚至慢力的把手都弹折了 可古剑依然是稳得一批 在古剑的表率下 班上的所有人都迷上了这游戏 看来女神的力量还真是强大呢 等到人群散去后 古剑看着外面的大雨发呆 这一幕碰巧被只也看到 送你回家的话还没说出口 古剑就表示自己带了伞 就在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尴尬时 我没听错吧 古剑这个老舍孔竟然开口说话了 原来他是在为几天后 就要结业的事情发愁 还记得俩人从一开始用黑板对话 到认识了社交牛叉症的长明 紧接着就开启了交友之旅 重大两人聊得起劲时 古剑同学第二季到此就完结洒话了 大结局终于让我蹲到了 古剑开口说话 感谢各位宝子们的陪伴 点个关注 下部剧更精彩哦